今天早上大家都很关注的 就是京东物流的新股 因为有很多人抽 中签率其实也很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幸抽到 也可以交流一下 今天的上市 看到昨天的暗盘一度升了4.1% 高位见过56.9% 收盘的升幅收窄了一点 三间主要券商看回暗盘收市价 就是升幅介乎2成到3成 如果说每售100股 账面计的话就赚819元到1199元 抽中或者没有货的 究竟追渣沟策略是怎样呢 我想首先说没有货先 没有货就不用那么急追着 讲一句 昨天一来暗盘 其实最终的升幅都不及之前 OTC场外传出来的升势 所以都反映得到 其实实际不是看得差 但难度是大升 所以不用太硬要这些位置升上来 还去追下去 因为始终我想也要考虑 就是本身虽然近期市况 气氛比较理想一点 但是不是旺到连这么大的IPO 这么大的新股都可以很容易炒得起呢 其实未至于 因为毕竟在近期市场 其实都挺多的配股动作 都分散了少少资金 所以要移动一只这么大的新股 不是说太容易住 这个当然要留意 而以来 我想始终本身就 整体这一刻来说 你叫做慢慢对量出来的对价 其实都比暗盘还要少 所以我想如果没有货 其实不需要太急 反而可以等到 看看有没有机会 起码回近一点 真的IPO这些水平 或者是可能不要说 贴到40元那边 可能再去到42、3元这些位置 才骂 到时做一些中线的吸纳会好一点 因为始终中线 我觉得刚才提到 看法上不是说差的 因为本身它的规模 而且它在物流配送方面 那个优势其实是明显的 而且始终本身它的尺寸也不是小 其实你如果中线 也有些可能有不同指数的憧憬 所以我觉得到时可以考虑 没有货才是中线去部署 而至于有货的话 例如抽中了 怎样做呢 走不走呢 吃不吃呢 说真话我觉得 因为刚才刚才说 其实这种比较难抽 就是可能大家中极 都是一手两手 或者反过来 你需要去到B组 或者很大颜的孖展 才能种得到多一点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 大部分也不是种得多 就是一两手的时间 甚至所牵涉的资金 也不是太多 其实走不走呢 我觉得分别不是特别大 但当然你也可以考虑 如果你纯粹货 不是说觉得它 当然抽的时候 不是说觉得拿来长渣的 纯粹是炒生股的 当然是有赚一定吃的了 就是这个炒生股的损质 就是头一两天 有一升就怎样都赚了 这个是猜不到赚了多少 升了多少 所以如果你说 以这样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吃早会先的 就是一千元 千多元一手 如果你还有一手两手 也有一两千元 其实也算是一个短线的操作 我觉得可以这样考虑的 但是未有货 真的等一等才做部署会好一点 看来相对都要保守一点点 如果看回你说 开市前的价位 其实比招股价 其实升了一乘四度 真的的确比暗盘价 顺息一点点 看起来开始之后 有没有得再升多点 还是收窄 看起来